年长者接种冠病疫苗将更方便 政府将调派多达10支流动疫苗接种团队 到年长者住家附近的地点 包括指定的民众俱乐部或民众联络所 以及设在祖屋楼下的居民委员会中心 当局将安排流动疫苗接种团队 陆续前往嘉冷、黄浦、张一四美和巴叶利巴高文民众俱乐部 接下来几个星期,更多位于雾洛、红山、后港和淡宾泥的公共卫生防范诊所 将开始提供疫苗接种服务 年长者也无需预约 可以直接前往任何一家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疫苗 无法外出的年长者可以拨打关爱勒林办事处的热线 让当局安排他们在家接种疫苗 政府大力鼓励年长者尽快接种疫苗 因为年长者一旦感染冠病 患上重病的风险会更高 随着冠病逐渐成为地方性流行病 更多人接种疫苗 我国才能和冠病共存 关注我们 你想知道的一切新加坡生活资讯都在新加坡眼